很漂亮 大家好,我是子黃 我是潛玲 歡迎收看 是不是很久沒看到我們了 6月呢 我記得6月的時候我忙 然後剛好我姐也忙 那時候我問她時間的時候 她給我的時間是6月底了 那我就來不及上這支影片 因為我是雙月 我姐是單月 是的 所以這一次呢 又帶我姐出來玩了 這次選的地方就是 我上次說很無聊的地方 沒有 可能說新竹真的很清爽 就到哪裡就是我們親子樂園 親子樂場 所以我們今天來的地方呢 我覺得湯圓我很開心 剛剛就看到暴龍恐龍 超多的 金剛變形金剛什麼 應該湯圓都最愛 對 我想說我們第一站 我們先來這個 SRC的這個咖啡園區 咖啡民宿 然後對面是一些露營區 對 這邊可以露營 然後這邊可以吃飯這樣子 好啦 我們第一站 當然是先來吃東西 餓死了 我們趕快來繼續吃吧 我們點了餐點了 我點了義大利麵 我點了咖啡飯 對 你點咖啡飯 因為我覺得點安全牌 也是 因為其實很多那種 漂亮的景觀餐廳 他們就真的是享受景觀的 確實 真的不是這樣 說不定它的咖啡飯超爆好吃 對 然後威力點了一個拼盤 給大家吃這樣 沒錯 先吃飽 我們才有下一個地方可以去玩 但是我剛剛看到外面的天色已暗 不會真的要下雨了吧 這個上禮拜是 大概是高溫 然後灼燒所有人的皮膚 今天有稍微的就是涼一點 但是出門的時候 然後就說什麼 今天可能會有一些雨勢 然後我還想說應該還好吧 然後我剛剛就把新聞點開看 新竹還好耶 結果我們剛剛走出去打雷 我真的去雲旅耶 我們好像是很久沒外面 對啊 那很久啦 超久的 我一個月沒有跟威力見面 然後中途還跟單單說 沒看到威力有奇怪的感覺 怎麼會有這種噁心想法 會想起他呢 怎麼會 難道我在想念威力嗎 怎麼可能 不可能吧 傻眼 那這裡其實滿特別的說 就是我妹剛剛在那個外面 就看到很多大型的那種 金剛跟恐龍還有別的 對 然後其實在餐廳裡面 它停了很多台重機 然後這些重機有些都是 價值百萬以上耶 一百萬以上 是老闆收藏還是什麼 感覺應該是老闆收藏吧 有些是市面上好像看不到的 超多台重機 我後來是認識溜炭之後 我才知道其實就是重機 你買了之後 平常都要一直持續保養 不然它會生鏽耶 可是我的幻想是就是 我們不是都有騎過機車嗎 對 你會常常去保養它嗎 保養是例如 機車比較不會 插插它 或是什麼定時的換機油 定時的換機油可能會 會 你會去插它 然後讓它不要什麼受潮啊 什麼的 不會不會 有些還會發動啊 要清機燈這樣 對對對 我後來知道原來重機需要耶 是很麻煩 超麻煩 是我是本來想買重機 但是也太麻煩了 很多的重機車可以看 對 我在想會不會其實 它外面 因為我們是上山嘛 對 會不會也很多車友 就是可能騎到一半 然後來這邊休息 然後喝咖啡這樣子 有可能因為它很多戶外的地方 對 我覺得蠻好的 但其他的食物還蠻好吃的 嗯 還不錯 是不錯的喔 就以前跟她說 以前跟她說還不錯 我覺得是讚的 好的 我們來到我們第二站 剛剛吃飽了 就是要走一走 對 我們來到了新竹市眷村博物館 是的 它這邊就是外面有一些小孩子 可以玩的 比如說當秋千啊 還有拍拍照啊 有一些照景 對 有一些照景 然後裡面有一些博物館可以參觀 因為我沒有來過 我也沒有來過 之前來都沒來過 沒有走進來過 所以想說那我們就進來走一走 看看 拍照 這邊是 字面鎖 字面鎖 老闆幫我來個山東饅頭 沒有問題 有時候 等一下 我那個牛肉下面團 是牛肉麵店 下面才是山東饅頭 走錯店 它把所有的麵店都放在這邊 你看 牛肉麵老陳啊 然後刀香麵 機器麵 山東麵食 很多麵耶 真的耶 其實新竹光到這一區 就很多麵了耶 很多麵食的東西耶 欸 以前醬目表超便宜的耶 肉包五元 超美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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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樓中 樓 我上次跟豆豆來住 我就已經愛上了 超級漂亮的 它還有一個小客廳 還有一個大沙發 很讚耶 很像自己的家耶 就是很有親切感 很高耶 很高耶 這也很適合那種親子來 而且重點是他們是寵物友善 它是跳高四米三耶 好高喔 兩層 哇 很美耶 有點害怕 而且那邊住了一個用不到的地方 但是你就會覺得好像視野更加寬廣 那個關卡就是你往那邊跳 二段跳到過去那個地方 來 我幫你拿相機來 你要二段跳 讚耶 超美的 大浴缸 很讚耶 我剛剛有感覺到直覺的喜悅 怎麼樣 他想大浴缸的時候 我都改不掉 大浴缸 超大聲 大浴缸 保險箱衣櫃 瑜伽墊 瑜伽墊 還有瑜伽墊 而且很不錯 這個電視也是滿爽的 它其實這種也有四人 就我上次有看到另外一個房型 是下面有床的 可是它就把這個客廳變成是一個 就客廳就 算用了客廳的空間這樣 好像是變一個床這樣 威力有兩間廁所 我今天拉死公姐不會有衝浮到 還有洗衣機 很屌欸 這個房間裡面竟然就有替著洗衣 我們今天就可以洗襪子內褲欸 就算觀眾每天看到你們穿一樣的衣服 也不會懷疑你們沒有洗澡 因為我們就是在這 蹲進去 然後洗完 別人可以穿了 可是沒有 威力 洗衣機也太猛了吧 而且還附那個洗衣膠囊 對 洗衣膠囊 讚耶 好貼心喔 他們可是永遠講過 太加分了吧 上次我來沒有注意到 他還有一個洗衣機 姐 我們沒有在吵架好不好 欸 很讚耶 我很喜歡這個空間 就是他的格調 我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很舒服 是好像自己的家 有一種回到家裡的溫暖的感覺 有嗎 因為你知道 姐姐來的第二次 他真的把他運到自己的家 就是我們外部的時間 真的耶 好爽 我覺得他這沙發超舒服的 還是不是他說沙發去哪買 我們當然是買 剛剛他有說兩人的早餐 對 然後他們有 還有24小時的什麼 喝酒 24小時的酒吧 然後他還有是 他就是你可以整天 在這個飯店裡面休息 因為他樓下下午 就是就有自助吧 Buffet 然後有咖啡啊 然後都可以讓你用 都是免費的 就是點 你可以下去休息 然後吃些甜點這樣 對 吃些甜點 然後在那邊用電腦啊 什麼什麼的 那邊還有電腦可以用喔 對 你自己用 你自己帶電腦去用這樣 這是他們的下午茶的地方 這邊就是你可以 比如說三盆好友啊 三盆喔 三盆好友啊 三盆喔 三五好友啊 三盆 就是可以來這邊 吃吃下午茶 然後他這邊的下午茶 就有一些點心 像是什麼爆米花啊 餅乾啊 軟糖 巧克力 還有這個很多 然後飲料就是有什麼可樂啊 八寶粥啊 紅豆 牛奶紅豆 他一堆 然後都是免費 所以或是你今天的預算用完 晚上沒有飯可以吃 你就在這邊吃到飽了 早中晚都吃八寶粥 他這邊是有電影院嗎 他說禮拜六 然後電影院可能放在這邊這樣 投影的那種 喔 這邊大家一起看電影 喔 很high欸 然後晚上就是你還可以去那個 旁邊有那個20小時的酒吧 就在旁邊 對 晚上我們可以去 他就是也是有酒可以喝這樣 而且還有撞修台 對 撞修台 他說沒有人在用他就可以去玩 就是輪流的這樣 然後像他們這個是下午五點半到六點半 有一個happy hour時間 就是給酒類的 然後會有暢飲的 一個小時 他後面有放酒 但是他可能可能會隨時換飽 我會想 因為我們剛剛看是有紅酒 白酒 威士忌 然後還有什麼Vaga 晚上時間到了 我們剛剛在那個飯店的下午茶廢完之後 出來帶我姐他們來吃飯 我們找了一間新竹很有名的翁咬雞 它是荔枝木烤雞 好香喔 我覺得它這邊的菜都超大盤的耶 好開心喔 很好吃 雞肉很嫩 嗯 純粹很帥 嗯 喔 它這樣一鍋的雞油在旁邊 舒舒服服 對 然後還要沾這個胡椒粉 你知道嗎 那個滴啊 滴的 嗯 超讚 旁邊還有專有的停車場 真的 是老闆之後帶著臭豆腐嗎 不是 杏鮑菇 喔這杏鮑菇 金沙杏鮑菇 像不像臭豆腐 所以你不愛吃金沙耶 沒關係吃吃看 就是不喜歡才要吃吃看 看好不好吃 哎唷 哎唷 怎麼樣 該玩的 沒有 我吃了耶 沒有 有些店家的金沙 還是會稍微偏苦苦 你覺得不敢 你覺得不敢 蔥冒牛怎麼樣 很香 但我覺得它其實炒一點點辣 是不是會更香 嗯 味道很重耶 剛好很下飯 很讚耶 可是我覺得最讚的是這個 你們吃完了全部的餐點之後 你們都回飯店 喔 那個飯店也是舒服 直接泥爛耶 好的 我們回來飯店了 我們現在要去飯店裡面 覆設的那個24小時的酒吧 現在來到了 玉宇剛剛真心話 對不對 對不起 我忘記帶 我忘記帶泳衣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意思是一樣了吧 就是真心話 小時候你以為長大會做的這些是什麼 結果 沒做這樣子 我小時候以為我長大會當空姐 因為我爸爸一直很希望 就小時候一直希望我去當空姐 他覺得空姐是一個語言就是需要很好 然後給人家印象也是漂漂亮亮的 然後服務人家 他都覺得說這是一個很讚的職業 但其實我長大的時候有去考空姐 其實那個景點滿特別的 他就是面試的時候是在一個很大的停機品上 然後還有每個關卡 然後第一個關卡是我每一個人 然後就拖著行李箱走修 就白色襯衫這樣 然後短裙 第二關就是講那個Ladies and gentlemen 就是他會給你一段 然後有中文跟英文這樣子 然後就念 前面就有放一個鏡頭 然後問你一些問題 我不知道算不算真正的考上 但他就通知你說要受訓 這就是有啊 你考上他才叫你去受訓 然後受訓三個月看你能不能繼續升任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已經在展場當主持人 那時候我才2324吧 一個月的收入大概是10萬 然後你看2324或2425這個年紀的人 一個月要賺10萬其實非常不容易 很猛耶 就是一個非常夢幻的設置 那時候他就說培訓的話就是你不能去外面工作 就是要跟大家就是跟上班族一樣就上班 然後一個月好像兩三萬吧 其實我忘記多少錢 有比較 算了其實我好像也有完成到我爸的夢十八 就是已經考到了 然後只是沒壞沒去 對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 然後就繼續當我的那個 當我的那個展場主持人 那你爸那時候是支持你的嗎 過了一兩年之後才跟我媽提這個事情 但我媽還沒有說什麼 我記得我國中然後不是有那個書店嗎 喔 我就在上面寫我要當歌手這樣 真的假的 然後每天跟我媽說媽你會不會是新媽這樣 然後我國中呢就會開始寫一些自創曲 然後他的音調就是這樣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些什麼的把那個調然後變成別的歌詞 然後就叫大家這是我創的歌 這是我創的歌 你是寫詞者這樣 對然後那時候我國中同好朋友就是六一 他就說這不是什麼什麼歌嗎 我說不是我自己創的歌 他說沒有啊聽音是一樣的 沒有啊 好大喔 好大喔 然後來長大 我確實有去上課 而且也是上歌唱班 有 我上歌唱班然後你知道嗎 歌唱班前面幾堂課我都有去 然後前面幾堂課我每一次都有教作業 老師就跟我們講說 來現在要把譬如說小幸運好了 但你就要自己唱總音版 原來你是我最想要的小幸運版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對這樣子硬唱總音的整首版 他說呢當你這樣子做的行為 你就會讓你的腦袋就會知道說正確的音調是怎麼樣 因為你唱了一個不是正確的音調 然後再上了是在第五堂 我就覺得說這樣真的有用嗎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我沒有進步 反而我的音感變差了 我不知道那個是對的 對然後我就覺得 唉算了放棄 然後後來呢我還要參加一堂課 那個課呢叫我發音 真的太難了 我練不起來 我怎麼樣都沒辦法用肚子發音 我後來就發現 我不要很喜歡唱歌這個事 以前就以為自己喜歡唱歌去做直播 然後我拿上的熱唱 發現我自己其實沒有很喜歡 然後就像這樣 我覺得後來我沒有當空氣 還有一個很幸運的是 我的耳朵到了一個高度之後 會耳鳴到很嚴重 我是很嚴重是那種下飛機之後 三四個小時還在耳鳴 你怎麼耳鳴那麼久 而且我的耳鳴不是嗡嗡那種 是痛 所以我想說幸好會不會沒當空氣 他們知道好辛苦 我什麼肌脈曲張啊 身體不適啊 我覺得他們真的太辛苦 我真的受不了耶 我們這次就講一個 講一個 我們下次 下次我一定會帶不同的泳衣了 早上見喔 大家晚安囉 晚安 早安大家 早安 我們一找這個 你看他們的新竹海鮮米粉 然後裡面就有小卷 然後有蝦有蛤蜊這樣子 然後他也有像是什麼美式的 然後是配吐司啊什麼什麼都有 然後就讓你選 然後我們都選了新竹米粉 因為我們想吃道地的 好的 我們已經回來 然後 我已經換好妝弄好頭髮了 我們已經要 要離開飯店了 是的 這次一定 這次來新竹真的是 非常的悠閒 兩個今天晚上就飯店 然後晚上吃東西 然後隔天就現在了 超級放鬆好帥 會不會從這期開始就是這樣 以後就開始每一個都很放鬆 好的那我們現在馬上就要 回去台北了 因為待會我要趕去 桃園那個送山機場 對他要去澎湖 他瘋了 他要去澎湖24小時 你知道嗎 發瘋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希望留言 還有哪個地方可以去 撒飛放鬆 就這樣囉 慢吐 欸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真的是我在行的 來幫大家把這個 積分好啊 那大吉大利今晚吃雞 媽呀 姐姐撥的雞最好吃了 我真的是 怎麼如此的 有才藝 才華 媽的這麼有才華 六蛋還不取嗎 欸